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當然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最早的玩具入門是比較大宗是美系玩具 像這種單純的可動或是包卡的美系玩具 當然變形玩具我還是有收 只是不像以前美系玩具收了這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美系玩具 之前我在台中讀書的時候 有認識一個專門在收藏美系玩具的玩家 他自己本身有在 直接跟盤商拿這種整箱的美系玩具 那時候呢 因為整箱拿比較便宜 包含金裝盒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跟這位朋友認識之後呢 基本上都只跟他戴 久而久之呢 家裡的美系玩具就一大堆了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跟人家講說 其實我美系玩具很熟 因為我對早是從 麥法蘭的Spawn再生俠一代 開始一直收到他 沒有記錯好像是台灣結束是 第三十四代 對三十四代 就是埃及那一代之後呢 台灣就比較變得不好買了 這個麥法蘭的系列的玩具 那個時間點就變得不好買 而且好像那段時間就停掉了 台灣就沒有麥法蘭系列的玩具 那當然呢 那個也只是一個轉折點 主要是因為呢 我在後來在收藏玩具的時候 我發現呢 其實我喜歡這種 變形合體玩具多過於這種 可動玩具 加上呢 美系玩具呢 各位都知道 它就是像這樣子一個很漂亮的包卡 想到就可以拿起來這樣看一下 但是呢 你要把它拆開來玩的話呢 就是會破壞到盒子 那當然呢 那時候就是習慣比較不好 就是買來基本上就像這樣子放著 然後一直放一直放 放到整個砲卡 自然而然的黃掉脆掉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這一盒 魔鬼終結者 Judgment Day 2 的這一隻 盒子已經黃成這個死樣子 像大便一樣 那沒有辦法 這就是美系玩具的悲哀 你不管再怎麼保存收藏 在台灣永遠都是會變成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呢 剛好有一個契機 剛好有人想要賣 我就把它賣掉了 那賣掉的時候就像是在賣你的兒子女兒一樣 就是賤賣 賤賣你的兒子女兒 東西當初買可能一隻 台灣的時候大概七八百塊 美系的 比較不熱門當然我指的是 不熱門的款式 像這種比較熱門的角色 可能就稍微貴了一點點 那當然那種不熱門的角色呢 夾帶的這種熱門角色一起賣 真的就是像賣心肝賣寶貝兒女一樣 那賣掉之後呢 你會覺得 當初買賣掉了 你從來沒有玩過 你從來沒有玩過 然後就會覺得 有點可惜 當然啦 這是一段 當初的一個算是不堪的往事 就前幾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聊到 那當然聊天的時候有聊到 這一隻魔鬼終結者 那這今天要跟各位閒聊 比較雜談的就是關於這隻魔鬼終結者的一些事情 那當然呢 這邊如果有跟我一樣 早期比較常收藏美系玩具的都知道 麥法蘭他們家有一些特殊的角色 會有所謂的變異版 變異版就是當然這個角色的造型 大致上是不變的 會在一些小小的細節上做一個更改 然後就變成所謂的特殊的變異版 就像這隻魔鬼終結者呢 在當初他推出的時候有分為這個版本 就是所謂的一般的長身版 跟比較稀少量的短身版 那當然還有一種是比較 當然這已經是都市傳說了 當年在收藏的時候都市傳說 不過我先說我到這輩子 目前都沒有看過所謂的彈孔版 就是有人講說當初的這一隻 魔鬼終結這個T800的骨架 還有所謂的上面有那種一個一個彈孔塗裝的那種彈孔版 不過我是沒有看過 當然這都市傳說 如果有這個版本的朋友 下面都可以留言 我們來做一個交流 我希望真的是有這個東西 我是從來沒有見過 當然這個東西它有所謂的 不是只有這一隻 很多隻像陶樂斯油 所謂的殺群版跟 網殺版 或是無殺群版 那個可能是當初做的時候的瑕疵 還有所謂的 酷刑靈魂的大長版跟小長版 之類的 很多 還有沙拉康納 這個系列沙拉康納有所謂的 沒有帽子的沙拉康納 就是包裝上面看到這個 跟有帽子的沙拉康納一般版 這是特殊的版本 就像你看到照片上面現在這個 這一個T800的這個照片 使用的就是所謂的短身版 就是便衣版的照片 各位看到最大的差別 所謂的長身版跟短身版 就差別在於這個地方 這一個腹部的這塊零件 短身版它是幾乎把這個地方 砍掉這一大半了 就變成下面這一塊 在帽丁算下來正面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不見的 它做的是一個縮小的 這塊胸甲的版本 就像你照片上看到這個樣子 那當然一般的販售版本 就是像這樣長身版 不過這個短的版本 好像還是比較接近它劇中真實的版本 那當然美系玩具的最大魅力就在於 它的一些細節的刻畫很棒 但是缺點也就在這裡 美系玩具像這種麥法蘭 它最不OK的就是它的塗裝 它的塗裝真的是不OK 但是面向的刻畫確實是很棒 那這隻T800呢 算是裡面少有的幾個 我個人是覺得兼具可動跟造型的一個玩具 可以大膽的講 除了目前現在Hot Toys之外 跟日本有一個不知道哪間公司 它推出的那一隻T800 兩個版本的那個就是 兩隻盒子不一樣 但是我不知道差別在哪裡 那兩盒T800之外呢 這就算是目前 業界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整個面向都還沒被超越 還有細節都還沒被超越的一隻 好 那當然啦 今天主要跟各位講的另外一個重點是呢 這個玩意兒呢 當初你在盒子裡面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先從盒子的旁邊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你們看一下就知道我這一盒的差別在哪裡 好 這個東西啦 當你放在盒子裡面的時候呢 你光這樣看可能還看不出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實際仔細看你會發現喔 這一隻的手的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手臂的地方 你各位看到是 向內這邊凹進去的 可是呢 盒子這邊呢 跟官圖上面顯示呢 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向外凹過來的 所以呢 實際上呢 這個地方就是大媽在裝配的時候 裝配的錯誤 正確應該是像這個樣子 如果你手邊有這一隻的話 你稍微看一下 你會發現呢 其實這一隻盒子上面的 不論是錨釘 這個地方 肩膀的這個地方 跟手臂的這個角度的位置呢 它都是裝反的 都是錯的 當然你沒有把它拿出來玩 你是永遠不會知道 好 但是這地方其實是 這個整隻手臂的這個位置 整個大臂這個地方 它其實 玩具的原廠呢 都是裝錯的 裝反的 好 不知道對不對 現在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正確應該是像這個樣子 這個地方呢 這塊大臂是向外的 而不是像盒子裡面 這個地方 大臂是向內的 這個盒子裡面 是向這個方向的 這個地方 整個是裝錯的 錯鍵的 所以呢 你拿到的時候呢 應該要把這個零件 這整個手臂這個零件呢 包含這塊錨釘的位置 你看盒子呢 這個錨釘的位置 是在前面 其實應該它要在後面 就像你盒子上面看到這個樣子 它應該這塊零件 是要在後面 像這樣子才是對 那原裝的這個地方呢 這塊凸起來是在前面 等於整個手臂都是裝錯 裝反的 那這個會影響到什麼呢 主要就是影響到 這個手臂的可動度 這邊呢 你看它的油壓管的可動 這個 它油壓管的可動呢 這邊 手臂這邊這個整個油壓管的可動 如果你裝反的話呢 這個油壓管的可動呢 是會影響到它手臂的彎曲的 那現在這邊看到它整個角度 就變成會有90度了 如果你沒有把它 裝對位置的話呢 它的彎曲角度會變成只剩下 大概這樣子 那如果裝對邊就是有90度 你拿槍的時候呢 整個拿槍的角度 就會變得非常的穩固 像這樣子 就是變成90度 槍就是對著前面的 那當然呢 為什麼這支T800 我說到目前為止 是業界最漂亮的 當然NECA的T800 也很漂亮 不過呢 它的一些 頭雕啦 頭雕的設置 可能就沒那麼漂亮 但是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底座 跟一個嘴巴可以動的臉 那這支各位可以直接看一下它的臉 目前所有業界裡面都還沒有 哪一支T800的那個眼神 像這一支這麼殺 有沒有 整個好像快要把他瞪死你的那樣子 趕快把你嚷死 這種 眼睛向上擺的這種瞪死人的眼神 同業界還沒有一支像這樣子的 當然 NECA後面的再版呢 有把它的整個頭雕換成像 這一個版本的眼神 也是向上上吊的 但是它吊的其實不好看 各位買回去可以直接就知道了 然後嘴巴也改成不可動了 就變成像這個一樣 這樣 為什麼有感而發會想要講這一支呢 主要是因為呢 我在之前有買到了 這一個系列的 有一個 就是這支T800 有一間日本公司 跟Medicam合作出的那支 比較小支的 1比12的T800 我原本我看到它的官圖的時候呢 我整個哇高潮整個陷入 後來拿到才發現呢 其實所有的油壓管都是假的 幾乎都是假的 而不像這一支當年 這支是2002還是2004年的時候的一個商品 你想想看它是一個20年前的商品 它有的是像這種 真正的連動的油壓管 然後真正的手臂可以像這樣多段的活動 然後這個地方呢也可以活動 可以旋轉活動 當然可惜手指頭不能動 然後呢 剛剛這個手指頭 這個手容易掉的 為什麼這個容易可以讓你拔起來呢 其實這個東西你就可以仿製它在 就是SkyNet 就是你看到 魔鬼終結者2呢 那個黑人拿到的那一支手 如果你有多餘的T800 你可以拿起來像這樣子 然後給你的同系列的 NECA的T800 拿在手上 變成像這樣子 一個專門用的道具 它手是可以拔下來變成 擺設道具的 很讚 然後呢 加上這一支呢 你看到它所有身上的這些油壓管 全部都是真實可以連動的 那可動度呢 也是以當年的美系玩具來說呢 真的是讚到沒差不小 你看它的油壓管 都是真的可以連動的 有沒有 你看真的可以連動的 連後面這邊這一根也是可以連動的 它這個腳的地方使用是三根油壓管 你看到沒有 這三根是真的都可以連動的 而不像是現在連你看 你看已經最新技術了 Homedicam這麼大一間公司 還做那種只是假的 前後擺的那個油壓管 還是假的 你看這個都是真的油壓管 有沒有 都是可以活動的 然後以一個美系玩具來說呢 這個賣法蘭的玩具來說呢 它的可動度真的是有夠高的 這一支 當然它沒辦法跟Marvel的那個系列的玩具比 但是最起碼它的一個收藏包卡的玩具來說呢 它可動度真的是讚 少數幾個比較厲害 可動度比較高 而且造型又比較漂亮的 這種玩具 那如果當然你喜歡 這種像電影系列的話呢 不妨啦 現在可以其實回頭找一找這種 賣法蘭的電影狂魔 這個MUMI MUMI這個系列 這個電影狂魔系列的玩具 你可以隨手去搜 當然它不是只有出這個 還有像一些什麼惡葉叢林啊 傑森X啊 跟這個 其實我不太知道它是什麼系列 然後這個 這部忘記叫什麼名字 總共出了三級 就是每20幾年都會出來狩獵一次的那一個 然後身上的 這些器官都是別人 其實正常人身上的零件 忘記那部叫什麼了 反正就是一部校車上面 一部車子然後 上面就坐這個人會攻擊人的那個 忘記叫什麼名字 反正你們知道就幫我解個答 好 就很建議各位去收藏這個系列 然後電影狂魔 好當然你 如果你喜歡這種血腥類的 然後這種收藏類包卡的話 又不介意容易黃化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去買買一個 一兩隻回來 嘗嘗先玩玩看 那以當年的 你看20幾年的技術 跟現在的比起來 你就知道現在玩具他媽的 有多退步了 好 OK啦 當然今天只是要跟各位閒聊 雜談關於這個玩具 順便再講一講我對於美系玩具的一些想法 跟 一些 以前的收藏經驗 當然 收藏經驗是幾乎沒有 就是 對於這種東西很粗錢的分享 希望各位會喜歡 當然 最近因為很久沒有發這種可動玩具了 所以才想到 發這支影片上來跟各位拉個低賽 也是算是賣弄賣弄一下自己的技術 如果你有這一支的話 當然 如果你有拆開來玩的話 一定要看一下 手臂的地方 就像我講的 如果當然你們可能比較收藏 比較久的人 有在玩的話 應該也都知道我在講這個 也不算是什麼新聞的 應該知道的人就知道了 不知道人呢 當然拿這一篇 無聊聽聽看 看看看 多加強一下 你對這些美系玩具的一些 認知跟知識 你就可以知道 當年有這樣子的東西 你看玩具廠商出包 不是只有現在玩具廠商出包 你看你二十幾年前的賣法 你自己都打自己的臉 對不對 所以 現在玩具廠商出包 也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OK啦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了 當然就是LALA Design 這支影片過後 就要來跟各位正式分享其他的玩具 那當然還有喜歡這種可動玩具的 那下面也可以幫我留言 我們來做個Q跟A 順便再來介紹一下其他的可動玩具 你們就期待敲個玩 好不好 那當然最近呢 我又在清理我的房間了 所以房間裡面可能會再整理出一些 我自己本身根本就沒有在玩 然後已經放到 不知道就是那種 十字無味氣之可惜的玩具 算是工商一下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到我的賣場去看一下 有喜歡的話呢 就記得就給他 手刀下標 好不好 好啦 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其他就不樂禮把手了 謝謝各位 蘿拉